高山雞當然不能不提好萊塢 在我旁邊這個小金人 就是電影博物館的著名地標 這裡頭展示了不少電影的歷史 一整片奧斯卡小金人 講座榮耀電影人 讓人目不轉睛 另外還有參加頒獎典禮的 大明星華服 像荷莉貝瑞2002年 以擁抱艷陽天拿最佳女主角 還有教父導演法蘭西斯科波拉 1973年抱回最佳導演 領長穿著都近距離呈現 外形就像點唱機 投幣卻播三分鐘音樂電影 為日後黑人音樂和電影奠定基礎 另外也收入全球經典電影片段 從劉德華梁朝偉 無間道 到漫威 鋼鐵人等都有 洛杉磯充滿藝文氣息 市中心的俊麗美術館 更是館藏豐富 Picasso had many relations with women Even when he was married He had many relationships And he abused them And he divorced them And they couldn't stand him That was part of his personality Picasso真姬就在眼前 像是這幅肖像話 男子戴藍帽 嘴裡叼著煙 立體主義風格一覽無遺 而走訪失去過後 還要到郊區 來到了來 A.S.N.Monica也是閉訪景點 這邊是美國人的度假勝地 除了能夠踩沙灘玩水之外 在碼頭另外一旁 還有太平洋遊樂園 遊樂園裡12巷器材 從刺激的五層樓 高雲消飛車海盜船 到小朋友也喜歡的旋轉飛車 和小型搖擺設施等 另外也能跟被稱為 美國母親之路的 66號公路標誌打卡拍照 不過郭王區也受通膨高物價影響 雖然人潮有恢復 但走到知名第三階購物區尾端 還是有不少商店閒置 不法英國服飾 就連知名保健品品牌 也一口氣關了兩家店 當地導遊認為 疫情只是一部分因素 民眾普遍消費所守才是關鍵 未來想重返榮景 只能靠更多觀光客造訪 才有機會加速附屬腳步 TVBS新聞 何佳宏 軍委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